现在世界上最强的电动车厂 就是以特斯拉命名 特斯拉也是一个电厂单位 以特斯拉等于一万高斯 特斯拉因为他的成就 得到如此的纪念 可见人们对特斯拉的评价也很高 而他的世丑爱迪生 现在大家对他的评价毁于残半 那一百年前 爱迪生与特斯拉到底有什么恩怨情仇呢? 那我们先来聊聊爱迪生 课本上都说爱迪生是个伟大的发明家 是的 爱迪生的确是个伟大的发明家 但也是个精明的商人 爱迪生厉害的地方是 他旗下的众多科学家工程师为他卖命 而最后的成果 却都归功于他的名下 让外界觉得爱迪生根本是发明大王 以为这个头衔 这样他也比较好做生意 实际上爱迪生没有那么厉害 而且有些黑历史 最不名誉的事情 就是与特斯拉那场电流大战 特斯拉是塞尔维亚人 1856年出生于现在克罗埃西亚的一个小农庄 与其他天才一样 特斯拉从小就有过人的脑汁 这位天才才化了三年 就完成了四年的血液 1882年 26岁的特斯拉来到华都巴黎 受估于爱迪生旗下的巴黎分公司 因为表现优异 两年后便转掉美国纽约的爱迪生总公司 接着故事先回到爱迪生身上 爱迪生在1879年发明商品化的白子灯泡后 成立了爱迪生公司 也就是现在美国奇异的前身 爱迪生认为 只有灯泡是不够的 没有稳定的电力来源 灯泡怎么亮啊 因此他提出建立中心发电站的想法 开始直立推广直流电配电系统 并在多次测试后 悬念也把一次伏特尔为标准 当时爱迪生在美国毫无竞争对手 唯一对手远在欧洲 欧洲配电系统与爱迪生的完全不同 是利用变压器改变传输的高压电 也就是交流电系统 而特斯拉来到美国 就是在爱迪生直流电系统下工作 抵达美国后不久 爱迪生便就要带特斯拉进行改良直流发电机的任务 并说如果成功了就给你5万美元 相当于今天的100万美金 几个月后特斯拉不复众望完成了改良 但爱迪生却说 欧欧特斯拉老弟 我想你不懂我们美国人的幽默 特斯拉愤而辞职 就现在来看 特斯拉当初周星只有10美元 爱迪生公司也还没开始赚钱 确实不太可能拿出5万美元当奖金 果然是个玩笑 但这个玩笑让特斯拉与爱迪生交恶 不但让爱迪生失去一位高手 还质抵了爱迪生的竞争对手 美国西乌公司的创办人乔治西乌 这个西乌又是谁呢? 西乌也犯成威斯汀好司 他也是个优秀发明家与企业家 对电器照明也相当有兴趣 当时西乌和几位合伙人 共同成立了西乌公司 还买了20几个语店有关的专利 靠着这几个专利 西乌确实也赚到一些钱 但想要真正发大财 就必须爱迪生的直流电系统正面对决 因此西乌把眼光放到欧洲的交流电系统 美国初期的电器系统都是爱迪生发明的 所以直流电主宰了美国的配电标准 但直流电有个致命缺点 就是传输的过程中 能量耗损太大 所以点对点的传输 没办法传输得太远 用户都必须距离发电站1.6公里内 才能确保足够的电压 爱迪生之所以选用110V的电压 就是要扣除10V左右的电压耗损 用户就可以使用100V的白纸灯 这个玩法 最近在加拿大、美国与台湾还同用 相较之下 交流电在传输上就有很大的优势 在交流电的供电系统中 发电厂先是输出几千V的高压电 再利用变压器 把电压降至安全可用的范围 之后再送给客户使用 所以高压电的交流电 便可以传输更远的距离 此外直流电还有个问题 遇到不同电压需求的客户 就需要不同的输电网 例如工业用的机器 与一般家用的灯泡 所需的电压肯定不同嘛 因此加设输电网成本就会高很多 而高压传输的交流电 则没有这个问题 用户可以根据需求 把电压降至至于所需的范围 所以不管是工业设施 还是家用电器 都可以使用同一个电力来源 西部靠这些优势 接到不少订单 势力逐渐庞大起来 开始对ID生产生了不小的威胁 但交流电仍有个障碍为克服 就是交流电没有合适的马达 当时的马达都采用 爱迪生的直流电系统 有马达厂商特别制作的交流电马达 失误不太可能 而现有的交流电马达又太烂了 运转不久就会产生强烈震动 而特斯拉这时在干嘛呢 他离开爱迪生公司后 过了一阵子惨淡的生活 从事各种基层工作 像是维修家电或是挖水沟 但特斯拉手上有交流电马达专利啊 这东西正好是西乌寻觅酒宝贝 特斯拉要钱要舞台 而西乌需要技术 西乌亲自来到了特斯拉实验室拜访 两人大有相见很晚的感觉 西乌最后以6万美元 买下特斯拉的交流电马达 且马达所产生的每匹马力 还要再给特斯拉2.5美元的权利金 也聘请特斯拉当西乌公司的顾问 每月薪水2000美元 以持续研发交流电系统 由特斯拉的关键技术 乍看之下 西乌的交流电系统 玩抱埃迪森的直流电队吧 但埃迪森的公司 先前已经投入大笔资金在直流电的研发 并申请了许多专利 怎么可能轻易认输呢 埃迪森知道特斯拉自敌后 博然大怒 他这个宣传机器动得很快 开始无所不用其极 要抹黑交流电 埃迪森认为 既然交流电是高压电 那就容易电视人 所以蒙塔交流电很危险这一点 为了让民众能更深刻了解交流电的危险 埃迪森进行了一连串的恐怖实验 像使用交流电作为电影 处使了一名死刑犯 还不断要交流电公开电死一些小动物 甚至电死一头大象 你可以看连大象都可以轻易电死 交流电的多危险啊 对于此特斯拉也开始反击 他诸写了一个公开场合 用手接通电路 用身体当导线 此时他全生产出电火花 但他却安然无事 借以传达的交流电是很安全的 1893年 两方的电流大战来到了最高峰 这一年芝加哥正准备举办世界博览会 因为刚好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400周年 所以格外重要 为了展示电可以改变人类的生活 博览会全部改用电灯照明 这可是宣传自家系统的大好机会 因此阿迪森与西屋卯足全力 都想要标下这个案子 前面说了 交流电的成本比较低 因此西屋成功夺标 虽然西屋有电 却没有白支灯泡技术 由于向艾迪森购买专利 但却遭到拒绝 还好最后西屋的工程师们 土发炼钢搞出了自己的灯泡 虽然没有艾迪森的优秀 但又在博览会上出错有余 1893年5月1日 芝加哥博览会开幕 在总统克里夫兰演说完按下按钮后 瞬间博览会的数十万盏电灯 展望出耀眼的光芒 人们见证了科技的进步 相信电影能让人类 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芝加哥博览会让西屋公司的身世 如日中天 让社会大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特斯拉也成为了风云人物 同一年尼加拉瀑瀑电力公司 也决定采用西屋公司的交流电系统 是全球所做的大型水滴发电厂 不久之后 奇异公司宣布进入交流电市场 自此电流大战的宣告结束 特斯拉的交流电大获全胜 也因为交流电的获胜 让现在全球数十亿人的公共电网 都是以交流电系统建构而成 就这样让我们与交流电 阿然共处了一百年 就在2012年 APP集团在高达直流电领域 又有突破性的发展 简单说 这一技术解决电力工程百年的难题 此后直流输电可以用更大的容量 更高的电压 实现远距离输电 所以交流电与直流电 没有谁比较强的问题 它们各有优缺点 未来四个直流电与交流电 共存互补的世界 当时 爱迪生也只是因为技术问题 短暂的局下风而已 这次会在礼拜天晚上8点开直播 永远反映直播的时间太长 所以这次只会开一个小时 那主题就来聊聊抗压吧 当YouTuber天天被酸民骂 还要承受过气的压力 那我们要如何面对压力呢 压力很大 有玻璃性的人别错过了 还有观众的疾问疾答 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回答观众的疑问 接着近一段优质广告 最后还会介绍一版优责伊斯兰书籍 别错过哦 大家有没有遇过一个问题 就是明明该专心的时候 却好像得了手机成影症一样 三不五时就拿起手机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赖你啊 看FB墙上有没有更新啊 行行吧 边缘人是不会有人一直赖你的 就算知道自己是边缘人 但我们就最会手痒 会一直去看手机 在念书时分析就算了 偶有聚会时 那些一直看手机的人 真是有够想打他的 那我们接着来看看一款 实用的APP 专注海洋和Mass Ocean 就是要让你专心 莫子时间管你的APP 简单说只要启动了这个APP 在设定的时间内 你就不能玩手机 如果你做到 那么就会有奖励 奖励就是一座漂亮的建筑 专注的时间越久 建筑越漂亮 那如果你扮图额费呢 除了没有奖励外 还要摧毁你一栋建筑 专注模式分为三种 普通模式 深度模式与极限模式 普通模式就等于普通的计时器 放弃专注 玩起手机也没有惩罚 深度模式就是你拿起手机 开启别的APP 就算失败 而极限模式就是你 连手机都不能碰 必须将手机反转 放在桌面上才会起动计时 这是给心以绝人使用 这款APP 就是用可爱的模式 教你专注 变换手机啦 专注的时间越长 就可以把海底层建设得越漂亮 完成专注的目标后 获得专注币 可以买你喜欢的小鱼 建筑和背景 现在就赶快来下载吧 对了完全免费唷 最后我们来介绍一本书 顺便来谈谈伊斯兰士 这本书 连金出版社出版了大雁博物馆的《伊斯兰士》 二本姐妹作大雁博物馆的中国诗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了 现在伊斯兰文化的片里全世界 重新飞植延伸到马来圈岛 但伊斯兰文化一直以来不被我们所重视 这本书可以透过大雁博物馆的收藏 让我们快换时间与地理 从西元前一千年讲到当事 你可能有疑问 伊斯兰教不是西元七世纪时 才在阿拉伯半岛兴起的吗? 怎么西元前一千年就有伊斯兰文化了呢? 那样说好了 伊斯兰文化的广业来说 就是吸收到古印度、两个流域、古埃及、古波斯 甚至是罗马文化 继承了许多民族的文明发展出来的 像是在伊斯兰教堂上在创建前 那些垂涩的班单亭、古埃及、古波斯等文明 他们的建筑、持绣、磁器等艺术品 看起来都有伊斯兰艺术的椅子 然后者不可能抄袭前者 是因为这些文明先又被伊斯兰征服 不知不觉就融入了当地的文化 所以才说伊斯兰文化可不是创教才有的 说真的,阿拉伯半岛是真的算得可以 都是阿拉伯中不出东西 也没有天然资源 石油是近代材料的产物 但它的地理位置绝佳 位于欧雅非的交界处 所以伊斯兰教就是一个商业宗教 阿拉伯也是个商业文明 在当然时代以前 欧村人想要买昂贵的中国石器 都必须经过阿拉伯人 而阿拉伯也把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欧洲 还有印度阿拉伯数字 也是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 当然伊斯兰文明自己对世界贡献也很大 实境位置、代数的奇人、现在科学与连金术 都是阿拉伯人贡献的 而中古时节欧洲是围在黑暗时代 这本书也讲到 维基人与斯兰世界只要有接触 我们可能想维基人不是在北欧吗? 和阿拉伯的半岛源倒不行 怎么会有接触呢? 因为根据记载 9-10世纪是维基人最详维的年代 维基人常常沿着福尔加河南下 跨过离海、撒岸后直奔巴格达 也因为这条贸易路线 北欧就会出土来自中亚与阿拉伯半岛的隐蔽 维基人人走河道也都会与维基人船长的青桥便利 其他欧洲船只要走河道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现在觉得伊斯兰教等于滚布分子 但实际上伊斯兰教就像鸦片一样让人上瘾 伊斯兰商人或是伊斯兰铁技所牢之处 几乎都先封伊斯兰教 像是重大草原、印度和牛域和马拉半岛 现在全都是伊斯兰人世界 达岩博物馆归于250年来 包括各种管道 收藏了曾经上万的伊斯兰艺术品 而藉由这本书我们可以按照历史时间顺序 在欣赏这些艺术品的同时 也了解到整个伊斯兰文化的前后脉络 讲真正我很喜欢这本书 觉得比中国神本更好一点 中国神本比较偏向艺术 这本则更多一些故事 当然我没有收出版社的钱 但我跟他拗了五本来送给大家 大家只要留言就给大家抽奖 两本VIP上面给观众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